军营传出激烈枪响 24日稍早西非国家布吉纳法所军人 在数座军营发动政变 军方表示 布满政府提供处理圣战室的资源太少 并要求当局开除军方高层 布国总统官邸附近也惊传枪响 支持军人政变的民众 加燃烧的轮胎放在布国的交通要道上 让行精的车子和机车寸步难行 同时也放火烧执政党总部大楼 对此当局驳斥军方接管 并否认总统卡波雷遭拘警 过去18个月以来 非洲的玛丽和几内亚相继政变成功 这次布吉纳法所的军事政变 西方和其他非洲国家 都在关切布国的政变发展 华语新闻谭根尼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